今天就維修 維修一隻熱水爐 這隻熱水爐當年我撞 電路改過 原本那個 Gas熱水爐打火 就被我改了 改了一條大用電量的20A 原本是沒有的 我們現在換這隻 爐爐 確保電源關了 這裡我下了一隻大流量的 曲弛鍵 韜韜 再一次提醒 任何電力裝置 就算在無電的情況下 都是 死蛇當生蛇 這個非常之重要 然後呢 就想辦法 燉水 這隻爐盅滿了水之後 不要想著就可以舉下來 沒可能的事 給你 iente啊 手錠 進來 是 我 開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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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當年我是用了不鏽鋼 拉包 所以就 很輕鬆 多年都沒有生熟 先說這個 這個是AV-WARL 即是防真空閥 有就裝 小爐沒有都不太大問題 這個PTV 爆煲鍵 有些熱水爐 它原裝就沒有跟給你的 有時候做維修 我看到有些按鈎仔 這裏鼻粒後側就算了 不行的 極之危險的事 沒有你都要加錢 在街上購買的 這個東西的作用就是 當你煲水的時候 水煲煲水你都知道 那會滾了之後 會不斷滾 水滾也會膨脹 它這個東西的作用就是 當你排壓 當你有壓力大的時候 這正常 譬如我當你的水喉本身有四個巴 那你煲水可能煲到 九個幾度的時候 可能裡面的壓力 就已經去到六七個巴 那這個藥的作用就是 幫你涉壓 就幫你 帶走 它 超過的壓力 這些蓄熱式的柱水熱水爐呢 它最容易壞的就是 那份電路 就不關說 是不是近年 德國寶的問題 其實所有蓄熱式都是容易壞的 好像這隻爐那樣 為例 其實那些灰熱線是沒有事的 它是壞裡面的索製和魚餌 那是 三幾千的東西呢 就 唉 我搞那一搞 我都 放棄 換那隻好光 啊 這次幹嘛多塊包皮 還是我上次沒有妝呢 記得點電線 不要碰到任何熱水喉管 這一條 這一條 還有這一條 裡面 這一條也是 那這裡有個小小的消用貼士 就是 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呢 它就是教那個 最先出水的蛋 因為這隻爐是孖膽來的 其實它有兩條 三千火的肺線 首先煲呢 就煲第一條 那煲起了第一條之後呢 它就會煲第二條 那裡面呢 這裡就有個鈕 按鈕 留意 不要調到 那麼盡 調到最盡 之後呢 回回一點點角度 好像這個 調到最盡 回一點點 非必要事都不要 扭到它最行 因為你下下扭到最行 它煲到最高的溫度的話呢 那它的PTV就會 會比較容易壞 因為它出水 它經常性出水 它會比較容易壞 檢查完所有設定 沒事 沒有漏水 就封關 它剛剛呢 煲完第一個缸 就是我當它左邊 它煲完左邊這個缸 然後就開始煲右邊了 那一顆燈仔呢 你看到一顆燈仔呢 就跳了 那所以它蓄熱式的原理呢 其實就是分開兩條肺線 先煲一邊 啊 那那個儲水量呢 就少一點 那那熱水就快點倒了 好 今天這隻舊的PTV呢 我們就 拆回給客人 因為 想說它壞了的時候 我又搬回同一個Model 買另一個Model的油管 又要改那條口